过去一年中国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多人希望了解更多中国故事 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外交官的积极努力 请问王外长 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 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 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谢谢 你就跳科普三的小伙子吧 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还得继续跳吗 这几年啊 外国驻华记者报道了很多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 从神州家族太共竭力到奋斗者号极限深浅 从荒漠化治理到低碳生活 从杭州亚运会到贵州的村比A 你们向世界讲述亿万中国人民共援中国梦的感人故事 让世界看到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 借此机会啊 我要向为此做出努力的记者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你提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 你当看到中国故事不是孤立的 它是人类故事的重要的篇章 中国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只要各国立足自身国情 自主探索现代化的道路 就一定能够汇旧成百花齐放的世界现代化的新愿景 我觉得CAMUSA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我很荣幸能做一个就是中国故事里面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也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融入到里面我才能去了解当地的人民 当地的大家是怎么生活 希望以后不只是我跳CAMUSA 我觉得以后有什么舞蹈 有什么在国内很火的 希望外国记者也都参与 他融入到社会中国社会里面的时候 他会去宣传真正的中国 而不是外国记者他来到中国 他没有中国朋友 然后不再就感觉他没有在中国生活 然后去宣传中国 他肯定不会让大家去看到真正的中国 真的中国故事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国家通过我去宣传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现在中国这种和平和这个发展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段时间得来的 中国故事真的对世界的未来非常非常的重要 中国这十几年的变化真的让人非常震撼 可以用震撼来表达 现在你可以看所有的西方 阿拉伯国家都在选择和中国去发展 而不是去选择别的西方国家 因为他们知道了 跟中国发展我就发展的好 跟中国合作我就和平 跟中国去就相信中国 我的未来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非常荣幸 我是一名阿拉伯记者能在这个中国和阿拉伯这个黄金年代 能做一名记者向阿拉伯世界去宣传中国 我真的非常荣幸 也非常荣幸 王外长能看到我跳康姆山的视频 然后真的非常激动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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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